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1日 星期一 很多個一 很容易記 但我相信今天 大家都記得到 市面的情況 都不太好 所以港股 都受到這個因素 影響之下 都有一個比較差的表現 當然影響著本地的因素 或者影響著 港股的情況 就不單是本地的 情勢 因為形勢也不是第一次 但也和大家 對於中美貿易談判的 預期有所降溫 都有莫大的關係 上星期的時間 我都很記得了 大家都看到中美貿易談判的進展 令大家 相當亢奮 然後市場上 也有很多聲音 或者說法 28,000多 29,000 甚至乎 今早聽到同事都說 有人看三眼 當然我不知道 為何突然間有這麼大的改變 當然也可以說 大家到網站 突然間看得很有衝勁 不過 有時候 我也是那句 要堅持自己所說 所看的東西 今早我也和一些 比較專利的同事說 有時候看其他人的分析 可能你要學習 是那套思維 不是所說的 一些意見 因為思路 是要很清晰的 難道別人跟你說 一加一等於三 你又要吸收這件事 應該要學習的 就是為何一加一等於二 不是等於三 所以上個星期我是堅持 堅持 亦都提醒了大家 要小心一點 希望大家 可以避一避 避了這一刻 因為今天這一刻 都幾是 都幾殺傷力大 因為他們把整個星期 的升幅 一天之間 蒸發了 還有就是 本身 大家可能對於 這個媒體的看法 太過樂觀了 我都再三強調 是太過樂觀 因為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還有有時候 真的要看一下 所有時候都同事說 有時候看到一些新聞 那一刻 真的要自己做一些功課 不可以別人說是就是 甚至乎 好像那天 那句話真的 我有機會找個原文 給大家看一下 我叫同事發出 大家看就知道 那句話根本上 你站在三節來看 根本上是三個不同的意思 但是 Bloomberg那次 他第一句 彈出來的那句話 就正正用了第一句話 下面那些 完全沒有用過 所以那一天我記得 因為我是在LOW 等於做節目 我看到之後 我第一次都說 不是吧 我不要相信這件事 然後轉過頭 在內地的網站 打完第二、第三段 出來的時間 我才覺得 好像意思不一樣 是要解釋的 但怎樣都好 事情已經發生了 但是 究竟之後的時間 如何走下去呢 我只可以說 密集戰這個因素 要再看看 有沒有能談 以及 如果真的有得談的時間 究竟 是會怎樣做 因為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 你想想 假設 我當是12月簽 簽這份 現在 11月中 已經逼迫 也叫做11月頭 但是 過去這個星期的時間 已經是11月中 你要編排 雙方要開會 簽一些文件的東西 你要有準備 不是說你簽就簽了 你想想 其實時間很緊迫 所以這個星期的時間 就看看大家 有沒有消息 假設 還有沒有消息 對貿易戰的憧憬 真的要小心一點 但是 好像有些地方 在談 哪裡簽了 大家好像有 互相相用的事情 出現了 這就算不可以彈 所以你說現在的市 沒有 你看看這些消息 的玩法 因為本地的情況 你就預約了 不會怎麼樣 晚一點 特首會有些 講話 看看什麼 但是整個各局 似乎又真的 傾向於比較審慎的情況 我想是審慎 就是說有沒有機會 大跌下去 視乎局勢的演化 還有 當然也不可以忘記 騰訊的業績 是不是 騰訊星期三出業績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驚喜給大家 應該都沒什麼了 而星期四 就來到鮑威爾 出席這個聽證會的講話 所以今天星期 原先有很多 勒教的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還是不斷 顧望先 你說有沒有想 沽下去 或者建議大家 這樣做 不建議 始終市場 到這些位置 跌了一夜跌這麼多 又突然之間 我想今晚特朗普 又會出來講話 因為可能今晚 美股有些震盪的時間 他會出來講些話 不過不知道講些什麼 所以變了 這一陣子變數多 大家還是要入市也好 要小心點 還有真的 不要那麼進取 再三強著這件事情 講一些大家的問題 又問一隻五仔 就是匯控 首先匯控被人 踢出的情況 應該是微乎其微 怎樣也好 爛船也好三分釘 匯控如何差也好 都是一間國際性的金融機構 還有一間大多不輪道的公司 所以不會被人踢除 被人踢除的機會真的很好 所以不擔心 但問題是他的價格不升 只可以說他的價格不會升 不會升 那你換馬領展 領展就不要住了 領展就不要住了 其實十年期的債息升了上去 那他的價格真的要回升上去 因為他的價格要回升上去 所以就 這一隻 這一隻雞肋了 這一隻雞肋 這位好像跌了很多 但又好像有太大的賣點 所以還是要等等 先等等 按一下 一二一二 一二一二就是 一隻雞肤 雞肤就沒有 一天半天沒什麼 還有大家 有時記住 看顧份 不要看一兩天的變化 一兩天的變化 其實沒有意思 一兩天的變化 其實那個影響性 真的不大 不大 但是 怎樣也好 情況對零售板法來計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都不建議你考慮 至於二十六 是的 主席換了人 不過都是顏事的人 但是 這一隻股份 大家都知道 都是要萬火煎魚格局 他換了人 不等於他會做事 不等於他會賣資產 所以 又不要太大 憧憬了 最後就是六十六 不知道 我現在不喜歡他 不喜歡他 但是 問心 不喜歡是不喜歡他 也好 大家有時 出去玩 出去上班 做事 都是要回答他的 都沒什麼選擇 所以就好像匯控的情況 爛船多了三分釘 而且也是本地 最大的一個 叫做交通書樓 一個工具 那 不喜歡還是不喜歡他 也好 但是就不會太淡 我也不喜歡他 所以我都不買他 但是不等於 我要沽爆他 沽他 你賺的好譜 對了 今天也沒有太多 心情 沒有什麼 想和大家 交代 是說個事 但是 都是說句 看看晚一點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消息 大家這一陣子 都要多留意時事 這樣 今天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